大家好,我是戴红,今天咱水一期视频哈 很多同志说想听关于各种在淡水里生活的鲸豚类的相关知识 没有问题,今天咱来了解一种长相非常梦幻的生物 来自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豚 五题目,京夏木,齿京亚木,亚马逊河豚科,亚马逊河豚鼠的亚马逊河豚 先来一段灌口溜溜嘴,亚河豚呀,顾名思义 分布于南美洲北部的河流湖泊里,仅生活在淡水中 不同亚种分布在不同的部分 如此所示,亚种之间在体型,汇部长度,牙齿数量和头骨宽度部分略有差异 其中阿拉瓜亚河豚在2014年被认定为一个新的物种 其他亚种是否应该分成多个物种,暂时还很有争议 亚马逊河豚体长1.8到2.5米,体重70到207千克 性别二态性很明显,雄性普遍比雌性长16%,重55% 整个外貌是相当妖媚哈 鼓起的额头比较柔软,能够进行一些形状变化以改变回声定位的频率 多数宽度和方向性 在亚马逊河浑浊黑暗的环境里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胃部长而强壮,脸部呢,是胖嘟嘟的,很可爱哈 身躯强壮,柔韧,但还略显肥硕 比起很多海豚充满科幻感的流线型身躯,多了一丝亲切感 用体成粉色到灰色,在河流中游泳的时候和环境融为一体,那相当美丽 很多哺乳动物,比如说象海豹啊,在年幼时,体色鲜亮光滑 等到成年之后,皮肤会逐渐变得粗糙坚硬 如同身披金级指甲,头戴凹头盔一般,略显沧桑 而亚马逊河豚恰恰相反 幼崽们往往如同一块铁片,灰浮浮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表的灰色会逐渐消失 它们会和其他亚马逊河豚干杖,争斗之中造成了大量伤痕 使其皮肤下的血液更加明显 而那些年老的雄性,往往都会有着一身明亮的粉嫩体色 亚马逊河豚的生活环境比较如梦似幻 它们会在洪水泛滥的森林里遨游 在被淹没的树木和树根之间,扭动身躯蜿蜒前行 大部分时候动作缓慢,有时候会相互嬉戏 丢着泥土石块,树枝,种子,杂草,乌龟,蛇等有生命或没生命的物体来进行社交 就像在醍醐镇啊 我每天早上都会把清晨第一块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新鲜垃圾 随机挑选一个幸运邻居赠送一样 而见它们群体内部应该也存在亲密度 当然呀,我们的社交更有目的性 主要是雄性为了追求雌性而做出这些行为 雄性和雄性之间经常会打得头破血流 除了对同类之间有亲密度 亚马逊河屯对知人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很难确定的情感 它们中有不少个体在见到人类时会充满好奇 有些会咬住渔民的船桨 或者用身躯和独木舟进行亲切接触 这份热情多少有些印度风格 而且关于亚马逊河屯 当地人还流传着一个恐怖的都市传说 不对,丛林传说 据传,有一些粉红色的亚马逊河屯 会在黑夜中变身成一个英俊的年轻男子 来魅惑当地女性,使其怀孕 话说,粉色的成年男子那不是魔人不偶吗 总之,在当地只要有女性意外怀孕了 大家都会推卸到亚马逊河屯的身上 让老亚可是背了大锅了 据观察,亚河屯经常潜水 但是潜水的水平很拉胯 一般超不过一分钟 有记录的最长潜水时间是1分50秒 大多独居 但也有妈妈带孩子的小群体 饮食方面,老亚吃的是相当丰富 各种鱼类、龟类、螃蟹、软体动物等都吃 尤其爱吃鲜鱼 其实我也爱吃烤鲜鱼 特别是那种用扁架子烤的鲜鱼 老入味老好吃了 鸭豚的寿命也很长 自然条件下能活30年 捐养条件下最长可活45年9个月 刚前本本自然界 亚马逊河屯是种族值高达530的美丽特攻手 擅长使用魅惑来使敌人进入颓废状态 在战斗时,凭着强大的特攻种族值 使用高压水枪能把敌人打得笑得合不拢组 假如你决定使用亚马逊河屯作为这把的英雄 那么我建议你搬掉矿山 在刷新地点开采自然资源的矿场 会排放有毒物质 这使得亚马逊河屯会因为中剧毒而死 关于亚马逊河屯的介绍 咱们告一段落 给大家观看 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能点个三连级关注 我是耐红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 加油吧大家 两天 给大家 我